所以NCIM是在台湾上載著 美國的一人的現場 在台湾上載著10倍 台灣的會員數雖然不是很多 但是卻比美國的會員的捐獻 能夠達到10倍以上 這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可以舉個表 我會幫大家 所以現在台灣也是成為日本的榜樣 如果日本和台灣和韓國 民主力和力量合成的話 全的NCII、NCII、NCII 全的我都能夠領導 現在台灣加上日本加上韓國的力量 加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所以我對各位非常的珍敬 也非常的期待 大家都有自己很棒的尊嚴 所以我很感謝大家 這幾年有一個新的計畫 叫做任務1.5 這個任務1.5 是4年間的全世界的 合成150萬人 認識的 這個任務1.5 是 會員的成長數 從140萬增加到 會員數 現在是140萬的會員數 所以還有4年 我們要成長到150萬 所以有10萬的空間 大人是很難的 這個10萬人 大人是很難的 大人是太難的 大人是很難的 大家就要考慮一下 所以這個成員的 10萬名的成長數 大家覺得是很難的嗎 還是很簡單 所以這個成員的 10萬名的成長數 大家覺得是很難的嗎 所以我想 藉由大家的力量來講的話 這個10萬年應該是蠻簡單的 所以這個10萬年的增長後間他在想 應該是50%可以在我們台灣跟日本的韓國 就可以達到大家覺得呢 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子講呢 是因為日本加上台灣加上來國 所以我們的LCIA的捐盤數是很大很大 所以這次GAT加上我們的任務1.5的話 所以我認為藉由台灣的力量 能夠達成很好的目標 任務1.5呢 這個任務1.5大家覺得我們能夠完成嗎 大家願意給掌握 這一點大力量的力量 都要大力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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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認識到的地方 大家的意見都要十分 都要大力量的力量 都要大力量的力量 所以台灣的力量是很大的 如果大家都有私信的話 加上日本加上韓國 這樣子把我們的心聲 我們的所想要追求的目標 讓國際總會他們知道 可以展現我們的力量 大家都好 好 這次因為郭盛頓事件 所以因為國際事件 蔡田先生認為 自己要相信自己 絕對能夠達成 終有一天紅的國際 可以漂洋 所以蔡田先生他認為 這次任務1.5 從台灣開始做 大家覺得如何 大力量的力量 是 另外一個讓台灣的力量有展現的話 就是要產生一位國際總會長 大家覺得如何? 謝謝 大家自己心中認為自己手上有多少的力量 自己能夠達到 然後加油往前一定可以做到 我是在四年前擔任國際總會長 那我在很久以前就有這個動力跟這個目標 Lion ClubはLion Club Internationalなわけなので 阿米里加州だけ的目標はない 全ての機能物である ということを分かるのは 重要的問題 獅子惠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 所以他認為 會長 國際總會長 不是只有美國的 應該是屬於一個全世界國際性的大家覺得呢 そして 欧洲 ヨーロッパ アフリカも非常に力をつけ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所以包含歐洲 包含非洲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力量 要想要成為一個領導人的話 一個國際性最上的領導人的話 必須要有非常大的凶劫 ですから あなたたちが LCIFで一番トップリーダーなわけですけれども GATが今後行うミッション 1.5でも トップリーダーにな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所以從LCIF的捐献開始 到GAT 這個都是大家要努力的目標 このミッションは 1.5 カードを目指すだけじゃなくて あなたたちの国の identityというものを しっかりと獲得するのが 目標だと思ってください 所以 不管是 會員出的增加 還有LCIF的捐献的增加 這些都是大家的共同的目標 そう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4年間ほど 4年ほど成功を 行方を見て 頑張りましょう 所以 請大家 從現在開始 4年間 要為了這個 把這個伯爹都在夢裡面 讓他使錢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